前几个视频你们都说太复杂了 今天我就做个非常简单的日式高汤 只剩两种原料 空蟹和沙纸 好啦 是柴鱼片和昆布 昆布呢 其实和海带是近亲 如果你调查一下他们的祖东八代 就会发现昆布和海带 基本上是堂兄妹的关系 但是既然要做日式高汤 我建议你选择嫡系正亲昆布 很多人会把昆布上的白色洗掉 我就是洁癖 就是强迫症 我的昆布一定要干净 但是 这个白色恰巧是高汤纤维的来源 所以我建议只用干布 或者有点湿的毛巾 轻轻擦拭昆布 然后把它放到锅里 哎呀放不下 我这个小锅煮的时候 大约可以放1200毫升的水 剪这样一片昆布就够了 我太贪心 都剪了一片 后面捞出去了 你们倒没看见哈 然后倒入纯净水或者过滤水 总之就是水质比较软的水 让昆布泡大约4个小时以上 你就会发现 它变大了 而且它尿黄 不是 是水里出现了鲜美的黄色 直接加热水和昆布 但是不要沸腾 沸腾以后昆布表面会伸出粘液 影响汤的口感 你看水马上就要造下来的时候 就把昆布捞出来 捞出来的昆布不要扔 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视频做个小菜 捞完让水继续造 沸腾以后关火 迅速放两把柴鱼片 盖上盖子焖5分钟 再过滤掉柴鱼片 鲜美的日式高汤就完成了 比直接用木鱼精 对水的高汤好喝多了 我之前做亲子冻 卤豆腐皮都用过 这个高汤对减肥人士也特别友好 热量不高但是很鲜美 在里面加点酱油啊 味淋啊 煮什么都是热料的味道了 你们以后就别用白水煮菜吃了 拜拜 拜拜